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成立 我们从1969年开始说起 当时有三位台湾在美国念研究所的年轻人 分别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刚完成学位不久的 吴大明博士跟邓大亮博士 以及在麻省理工学院快要完成博士学位的蔡一本博士 联名给当时的国科会主委吴大游先生写了一封信 推荐或是建议应该在台湾成立跟地震科学有关的研究 也获得了吴大游主委很快的回应 于是在1971年的时候 在国科会底下成立了地震专案中心 那个专案中心的推动以后 在1976年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了 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筹备处 由已经回国的蔡一本博士担任筹备处的主任 然后在1982年的时候 正式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 一直到今天 那当时的创所的所长就是蔡一本博士 那目前基球所的同仁 大概有180位左右 包括27位研究员 7位研究技师或研究科学家 以及34位博士或研究员 再加上行政人员以及数十位研究助理 组成了一个大概180人左右的研究团队 地球科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固体地球 固体地球就是从地表开始 一直到地球不同深度的研究 它们的组成跟结构 以及它演化的过程 为了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 我们需要结合各种相关的科学知识 包括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电脑 甚至各种的太空科技等等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地球科学研究所里面 前后设置了很多先进的仪器 这些仪器有的装在野外 像我们在台湾各地装设的地震仪 可以做非常及时而且精确的测量 有些仪器是装置在室内 在实验室里面 像地球所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质谱仪 可以做元素同位数等等的精确的测量跟分析 我们研究的区域 台湾本身当然是研究的重点 比如说地球所有负责台湾的地震观测网的设置 跟维护已经各种相关的测量 台湾的地震相关的研究 我们在多年来受到科技部的资助 成立了台湾地震科学中心 英文叫做Taiwan Earthquake Center 简称叫TEC 研究的总部就设在中原原地球科学研究所 除了台湾以外 我们还做境外的研究 包括做东南亚 乃至于全球的重要的地球科学的问题 像东南亚地区 我们所的同仁负责南海周边的地震网的设置 有了这个地震网 我们可以做地震及时的监测 同时还可以用做南海周边海啸预警等等应用 很重要的地质灾害方面的相关的研究 同时我们也研究 从亚洲一直到欧洲的灶山运动 包括对西藏 包括对中东 乃至于到高加索山等等的灶山作用 我们做相关的研究 所以地震仪 其实远步到高加索山 从大高加索到小高加索山区 都有我们的研究团队 在那个地方做相关的研究工作 最近大概十年内的地球化学地震 还有地球物语的一些研究 其实清楚地告诉我们 大成火山已经不是过去想象中的 所谓的修火山或石火山 过去几年内我们在科技部的自助下 我们在大成火山群里面的金山自然中心 我们就建立一个火山观测站 那目前火山观测站的内容 包括地球化学的一些监测 还有地震网的对微地震 特别是火山地震的一些调查跟研究 那同时我们对于地壳的变形 我们也利用了GPS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方法 做一些及时的监测 那我研究主要是做高精度的地震 使用这个所谓LIDAR的工具 那这个技术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 它可以把树顶还有这个地面把它区分出来 那树把它去掉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地形的变化 那以往呢就是纯粹从卫星或者是航照 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我们基于这些呢 已经可以把过去没办法看到的地形 来加以这个电视 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名称叫做技术服务室 那主要下面有分成四个小组 有一个是野外工程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化学地球实验室的技术支持 另外还有就是研究发展 那第四项是做这个主要的工作是在服务这个 台湾地震中心下面的仪器服务平台的仪器 现在介绍的是这个台湾宽敏地震网 即时资料收集系统 那现在这边那个荧幕上可以看到 这个荧幕就是展示就是说是 我们即时的资料进来的状况 那这里显示的是 是台湾宽敏地震网它的资料进来的状况 那像现在我们包含了 有跟大陆交换的一些地震台 那它可以监测台湾海峡的地震状况 当地震和台湾发生 它们会发生地震动 会发生地震动会尽到 台湾海岭定滚宽敏地震 有一个派像是 在大陆交换的 它是距离在美人的感染 所以可以用来讨计物质量的资源 像是零用的 最后我现在是写军 约为环境标志学 我来介绍一下地球所的海底地震议计划 OBS 地球所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 希望能够把原来 布放在陸地上的地震观测站 现在布放到海底 那因为地球表面四分之三都是海洋 所以你如果能够多增加这些观测点的话 你对地球内部的构造了解的更多 而且这个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 通常是海路交界的地方 你如果能够把OBS 你观测点放在扩张到海洋的话 你对于这个断层的行为掌控就更精准 那么各位看这张图就是我们自己发展的OBS 这个就是感震器 原来在路上的 那现在是在海底 所以要完全是能够耐高压 那么这个球里面放的是记录器跟电池 在陆地上它是需要配电的 那这里全部是用电池 那记录器也要非常省电 这是鹰骨也就是跟船上互相沟通的一个装置 我们另外还有压力机在这里 那浮力球提供浮力让OBS能够上升 但是OBS如果下沉的话 是要靠这个锚钉 大概60公斤重 否则它不会沉下去 如果要回收OBS的话 那必须要利用这个释放装置 把这个锚钉给脱落了以后 OBS才能够上升 我们希望能够去关岛以东的中太平洋这一带 那这是台湾 这是关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远洋航式 来回的航式大概需要45天 这也是台湾前所未有的一项海洋地球物理的研究 那我目前的研究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最新的电脑科技的技术 来模拟分析还有重建过去还有现在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 那在目前已经有针对过去几个比较大的地震来进行分析 那有了这些研究的经验还有技术 我们也可以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去透过电脑来模拟 让我们了解将来这些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的影响范围如何 然后会产生怎样的灾害 那我们的长远目标就是希望 针对这些现今的地震过去的历史地震 还有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把这些数值模拟的结果把它汇整起来 建立一个台湾数值地震模型资料库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 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也就是短期地震预报 所谓短期的话 就是说你能不能预测 在一天到三四天内地震会发生 而不是说一百年之内会发生一个大地震 那我们也试图建立一个地球内部 岩石圈跟大气跟电离层的 电磁偶合的理论 那透过这个理论的了解 我们就对地震预报 短期预报就比较有把握 我个人的研究是比较偏向正元物理的问题 那我希望从地震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带到地震工程 然后减少地震的灾害 在911阶级地震之后呢 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冲浦断层的酸针计划 那这个计划我们打到断层带 然后甚至拿到整个911冲浦断层 在错动的时候 它整个的华语过程的华语行为 算出它的能量的分布 那这篇文章呢 很有幸地发表在Nature的杂志上面 目前呢也是全世界唯一 很清楚地打造断层带 而且把地震的polygology过程 整个指定出来的一个成果 我研究的方法 主要是利用构造地质学方法 那研究地球上面 那一些相关的跟断层活动相关 还有这些板块运动相关的事 那我们在花通重骨池上这个区域 建立一个池上活断层的观测站 长期观测这个全世界活动速率 数一数二的一个断层 里面包括了各式各样 可以监测池上断层活动的仪器 那包括我们台湾自行研发的浅变仪 就是断层它在慢慢浅移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每分每秒地记录它的位移变位量 我们这一组主要是大地测量组 然后呢我们是利用一些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然后去量测我们在地表上面 所布设的这些钢标它的位置 马拉海沟附近呢 我们也是主要使用GPS去做一些逆腿 那我们求得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板块的这个界面它是属于 大概有一半所做的状态 有一半的能量是用无振滑的方式释放 有一半的能量是用地震的方式释放 那如果是地震周期大概是五百到一千年 它将来事实上也是有可能产生规模 大概是八点八到九的地震 利用这个宽屏地震网的延伸 那利用一些流动观测宽屏地震站 去研究台湾地区的更细部构造 那我们在台湾的北部 中央山脉及南横都做过精密的观测 可以得到台湾地区比较精密的地下结构 跟阵源的特性 利用这些地震站 我们到了中央半岛的越南辽国进行地震观测 了解当地的地下构造 那我们也到了菲律宾进行宽屏地震观测 利用两个地区的地震站建立南海地震观测王 未来能够需要能够推动地震跟海啸的观测 能够减少这个地区的海啸威胁 一个大部分的我的活动是 是解释一下 如何活动在海岛的海岛的海岛 有很多的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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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非常重要的 解释一下 这些地区的地区的地区 我使用一些地区的地区 在世界中的地区的地区 我也在学习一些地区的地区的地区 寫成方程式放進程式裡面 那我們利用牛頓第二運動方程式 計算F等於MA 算說一顆石頭它受到了力之後 它會如何運動、如何變形 在這顆石頭它因為溫度壓力的影響 它會有一些化學反應、會有一些變質作用 這些東西統統都放進程式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計算說 這個板塊它在運動的過程中 它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 那例如說這個是模擬台灣 在這個板塊運動如何形成的 那我們從右邊進來了一個大陸地殼 那這個大陸地殼它開始隱沒 那因為大陸地殼的密度比較輕 所以它在隱沒的過程中 它會沒辦法跟著板塊繼續往下走 那它會想要往上扶 那在扶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上面的層基層把它往上帶 那就會造成的山脈的隆起 這就是台灣山脈形成的方式 我們高壓實驗室最主要的研究興趣就是想要了解 礦物在地球內部高溫高壓狀態下的物理性質 那我們每天做的研究其實就像是在進行一趟地心之旅 那在實驗室裡面呢我們就用像這樣的高壓鑽石針 搭配一些加熱技術去模擬地球內部高壓高溫的狀態 那等同於我們一步一步進到地球內部去看一看裡面的世界 那比較unique的是說我們還用超快光學的技術去精準的量測 這個材料在極端條件下的熱傳導系數 那這目前來說我們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團隊 可以精準的量測熱傳導系數的group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會決定地球內部的熱演化歷史 溫度的分佈還有地球動力學的過程 我們研究的方向是全球的地球物理問題 從這個外界看這個地球這樣一個角度 來研究整個地球當然是內部的問題 包括地球產生的重力場以及內部的磁場 另一方面研究的範圍是表面的問題 國際上都已經非常發達的用衛星的資料 人造衛星的各式各樣的觀測方法 在地球表面布的網的地震網 以及各式各樣的測量海平面變化 這些整套整套的資料 都是我們這個研究的目標 古地磁實驗室現在在做的研究大概可以分成幾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做有關地體構造的運動 包括它的旋轉 第二部分我們做的研究是做磁生物地層 磁生物地層可以當做一個時間的一個 像一個時間的尺一樣 我們利用這個很精細的尺去定定地層的年代 然後藉由地層的年代去瞭解每個地層它的演化的時間 第三個就是利用磁性礦物的變化去推測環境的改變 同位素地層化學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在地質上非常有效非常有用的工具 隕石方面主要的是想要去看說我們太陽系的組成 跟太陽系組成太陽系的東西是什麼 另一個大的領域就是說我們利用這個穩定的過渡金屬元素 去分析在動物跟植物中的這些變化 好比說像骨骼中的鈣 我們現在利用這個血液中或是人體的尿液中的鈣 同位素的成分去分析的話 會發覺以這個我們現有的技術 同位素的鈣分析的分析的方法 會比現有的醫學上的這個分析的技術 可以把這個檢驗的時間可以提前到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時間 做西藏喜馬拉雅山跟CIA這個造山帶的對比研究 那西藏喜馬拉雅山是這個碰撞造山作用裡面 成熟的造山帶的代表 而CIA是代表一個年輕的碰撞造山帶的例子 所以我們研究了兩個不同時期的造山帶 希望從這兩個造山帶裡面 可以觀察到個別的代表的地質現象 特別是岩香活動的特徵 然後綜合起來這樣子 我們可能有機會看到整個碰撞造山作用的全貌或全部的過程 從了解剛剛開始的過程到成熟造山演化的過程 然後把它綜合起來 我們就會有機會看到整個造山演化的歷程 這是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的主要原因 這項工作有包含三組數據 高頻的S波尾波的速度變化 我們用HF Delta VS來表示 還有長週期的Rally Way和Love Way來表示 下面這個框是 Dilta VS自從05年之後 它隨時間的變化 所以它是呈現速度越來越增加 那上面這個框是 Dilta VLR 自從05年之後的時間變化 所以在05年的時候 它是呈現速度恢復 速度增加 但是到08年和11年的時候 它又速度又降了下來 降了三倍左右 這項工作顯示出 就是Dilta VS和Dilta VLR 在05年的量測 它都是呈現速度增加 可是在08年之後 它兩組數據產生分岔 然後經過模擬 我們能夠判別出 Dilta VS它的訊號源 是來自於上部地殼 所以它所對應到的主要作用 是症候滑移的作用 那Dilta VLR 是對應到靜地表的作用 因為05年的大地震 所以它產生一個damage 然後再healing 然後到了07年08年 南邊的兩個雙阻症之後 它又產生速度降 是因為redamaging的作用 ade主要研究措� traumatic Tectonic of the fault, we can be spontaneous, or also triggering by different phenomena. 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利用地球化学的方法,包含同位素及元素分析, 去讨论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下,地球环境气候的变化, 以及这样的变化可能对生物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具体来说,我近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测量生物碳酸钙壳体中的膨酮位素, 去讨论海洋酸化对海水中造壳生物的影响。 这样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包含了控制环境因子的养殖实验, 搭配我们在锁上所建立的高精度植谱仪分析技术, 针对复杂且微小的标本进行测量。 进而,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些不同生物们底下的生物, 它们的骨骼成长,以及壳体里面化学组成的变化背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在做控制。 这样的研究有几个重要性,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整体地球的碳循环之外, 了解造壳机制, 可以帮助地球科学家未来更精准地判读并重建环境气候的记录。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气体地球化学, 资历于探讨不同地质环境事件的气体来源与特性, 例如断层带的气体地球化学特征, 地震前后的流体地球化学异常的形成机制与成因, 并进一步综合其他地球科学的资料, 提出合理的演化模式与地质意义。 除了致力于气体地球化学的研究之外, 台湾地震前兆研究则是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我们主要是尝试利用机尾酒式的综合观测手段, 目标是发展短期的地震预报, 希望能在大地震发生的数天之前, 在多样的观测方法中, 侦测到异常的前兆变化来进行预报, 并透过实际的观测资料, 才尝试建立地震前兆理论模型。 我们的研究室是地球构造研究室, 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利用地球物理或者是地震学的方法 来针对地球内部做探测, 以及了解它的构造。 这个构造有包含很多种尺度, 包含从最浅到山崩, 然后到引火板块, 到火山连江库, 或是到地心的构造都有。 这张图绣在这边是绣给大家看 台湾地区的三维的板块碰撞的结石帽, 然后我们是游杯往南看, 这边高速的地方, 也就是蓝色的地方代表的是板块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偶尾板块向东引火, 以及非日比较板块向北引火的形状。 然后透过这样的研究, 我们会了解它的三维的可能碰撞的位置和深度, 然后可以进一步对地震可能发生的机制和分布, 做出一些判断。 接下来这张例子是在, 我秀的是美国的侧站, 然后我们除了等待地震的发生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最近十年比较热门的技术, 叫做造讯的交相关函数的计算方法, 然后透过这样的计算, 我们可以算出站跟站之间的坡的传递的方式, 然后这边就是拿一个美国地球, 在地球对面的站, 对整个美国的站做交相关注计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坡形, 从地球的另一边传过来的传递的方式, 然后像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从中心点就有一些坡形散步出来, 然后现在又有能量去比较中间去, 透过这样子坡形传播的时间差, 然后去了解说里面可能的高速或低速的构造,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控制, 这个可能的在地心这个位置的速度构造。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 是由科技部资助, 并且由中研院地球所负责运作的一个虚拟的研究中心, 它的首要任务是要集合全体学队的力量, 开创革新的研究领域, 同时它也整合国内现有的资源, 包括仪器跟资料, 让个别的研究团队能够充分的运用, 它不仅能够提高仪器跟资料的使用率, 而且可以降低个别研究团队的负担, 为了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倾尽到学界所研发的成果, 所以我们在地震科学教育跟地震防灾的推广上面也是不遗余力, 这些研发的成果包括地震外度分析, 地震早期预警和及时地震观察研究,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也希望透过这些研发的成果, 能够在地震减灾的空中上面有一定的贡献。 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电脑室, 那所有地球科学所需要的高速的计算, 还有高速的储存都是在这个先进的电脑室所来完成。 这台仪器它的名称叫做低温超导磁力仪, 它的功能是在量测岩石里面的蝉磁, 蝉磁它包括它的方向以及强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我们锁里面几台的多接收器的植补仪, 我们主要用它来做所有的同位数的这个分析, 包括铁铜、纽尖面这些所有的东西, 做一个它的分析, 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分析的工具。 这一台就是我们的拉曼光补仪, 它是用来研究矿物在高压下的震动光谱, 它是用来研究矿物在高压下的震动光谱, 还有相变化的行为。 现在ilo yoga里面是来足够的工具。 bran也在 Sharń磁磁磁出 Cruise 我们学习气费 accountable对材料研究或者材料理事物得过对争磁磁磁磁。 那这里是锂动 enquanto蛋涄 kingdom实、 analyzer admissions here the tungsten type electron probe microanalyzer this is a field emission typ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宽屏地震观测站 接下来我将介绍地震站四个重要的元素 首先要介绍的是地震仪 为了要降低背景杂讯提高观测品质 我们将地震仪安装在地面下的井底内 地震仪目前所在的深度是6公尺 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深度 我们借此了解背景杂讯的降低 与深度的关系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是地震资料记录器 地震资料记录器 它可以将地震仪的电压讯号 转换成数位的讯号 透过GPS天线的定时 轿时 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地震资料 都能够同时的分析 接下来介绍地震站的电力系统 现代化的地震仪以及地震记录器 都设计着相当的省电 仅需要一片太阳能板以及电瓶 就能够提供足够的电力来运作 第四个地震站要素为传输系统 目前这个侧站所使用的传输方式为 手机机地台的行动通讯方式 透过即时的资料回传到资料中心 科学家可以即刻地掌握地震站的健康状况 科学家也可以就他们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进行即时的资料分析 这是我们的OBS实验室 地球所的海底地震仪计划 目前已经发展到接近成熟的阶段 我们现在大概有40部宽平的OBS 我们在台湾近海附近也布访过很多次 也参加过很多国际计划 也接受其他国家来邀请 一起执行远洋的计划 所以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利用OBS 把台湾的研究能够带到全世界不同的角落 在过去38年来 在地球科学所全所同仁的一致努力之下 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良好的研究成果 我希望在未来 我们的同仁能够继续呈先起后 基于前任的研究成果 大家一起来努力 可以获得更进一步更好的研究成果 感谢观看